接下來我們看一個影片 這是日本來講華倫的影片 準備一些實驗器材 這個小吃吧 這個華倫組 這個華倫組 好快 這是一個定華倫 剛剛講過定華倫會不會省力或費力 不會 左邊跟右邊一樣重 表示不省力耶 不費力 往下拉一公分 上面上升一公分 表示不省時也不費時 所以不省力不費力 不省時不費時使用方便 這是我們台灣會出現的最複雜華倫組 一個動華倫加一個定華倫 就這樣而已 這樣哪裡複雜 你不要再複雜 好 去畫 你如果畫一樣重 他會 他會動 因為他只要一半就好了 所以變成右邊太重 會動 所以這裡二死這裡死 表示省力多少 省力一半 但是這個要往下拉兩公分 他會上升一公分 所以會費時 所以告訴你說我們的 段華倫可以省一半的力 這是一個華倫組 我們台灣沒有的華倫組 這個圖我剛才看過了 現在有幾個是你掉了他 四根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只要出華倫就好了 四分心 這個圖我剛才看過了 現在有幾個是你掉了他 四根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只要出華倫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出十克就好了 所以只要出十分之一 但是你要往下拉四公分 他才會上升一公分 好 你要往下拉三二三上升一公分 走的距離要變四倍 上面跟一十 所以他告訴你他出一十分之一就好 好 就是華倫組的狀況 OK嗎 好 了解一下我們所交的狀況 定華倫的使用是為了使用方便 我們的目前所碰到的情況是一個 動華倫會省力二分之一 所以下列是哪一個是使用定華倫的目的 我們講過他不會省力也不會廢力 不會省時也不會廢時 然後絕對不會任何簡單機的都不會省東 所以答案應該選擇是 改變作用方向讓我操作比較方便 很方便 調車用動華倫是因為動華倫可以達到什麼目的 這剛才講過的事情小事一樁 非常的簡單 我們請帥哥叫做十四號 問你會太有密了一點 省力 這裡問你實在太過分了 會達到 省力的目的 好 請你記住我們所教你的 動華倫省力二分之一 但是應該是要去數層子 然後定華倫是為了要能夠操作方便起見 OK